那么的话,首先的话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我们昨天学的一些新的东西 昨天呢,我们大概是讲了关于这个核模型的marketing的一些应用技巧 是吧,首先是讲了这个 marketing的一些应用技巧的话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marketing有什么应用技巧呢 首先是一个什么,水平居中是吧 我们针对一个元素的话,想让它什么水平居中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用marketing的什么,就是左右方向的O2来让这个元素水平居中 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水平居中是相对于什么,负极的 相对于它的负极,不管是页面,页面的话它的负极是body是吧 那么呢,或者是DIV里面包一个DIV 那么里面那个DIV的话,它是相对于外面这个DIV居中 是吧,都可以 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marketing的什么水平居中 还有一个是什么,marketing的这个负值是吧 负值的话可以帮我们做一些特殊的效果,比如说什么呢 这个边线合并,是这样的 边线合并的话,我们如果不用边线合并的话也可以做 是吧,那个就比较麻烦吧,是吧 我们把一边不设,是吧 把一边不设的话,那么就可以拼成一个类似于边线合并的 把最后一个的话给它加上,单独加上一个边,是吧 那么这样做的话就麻烦了,是吧 我们呢,用这个负值的这种方式的话,就把每个DIV怎么样都给它加什么一圈的border,是吧 加一圈的border 那么两个DIV之间,它们中间的这个border是不是双线呢,是吧 有两个border,那么我们可以用什么呢,负值,然后是让它们的border合并,是吧 合并成一个像素,是吧 这就是关于这个margin负值的一个技巧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关于margin的一些什么呢,问题,是吧 首先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垂直的margin,它有合并的现象,是不是这样的 垂直的margin有合并的现象,那么的话,如果是碰到垂直margin合并的现象的话 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对待它有三种方法 第一个是,如果说,什么,第一种方法是什么 可以使用这种特性来帮我们做一些特殊效果,是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布局,是吧 这种布局的话怎么样呢 它是什么,第一段离上面的距离和最后一段离下面的距离 以及每一段中间的它们之间的距离都是相等的,是吧 那么这种效果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直接把这每一段给四周给margin,是吧 而且margin只给的一样,是吧 那么的话,这个第一段离上面的距离和最后一段离下面的距离是相等的 中间的这些段落,是吧 中间的这些距离的话,由于margin的合并是不是这样的 合并成一个了吧,是吧 合并成一个了,那么也让它和上面的距离相等,是这样的 那么做这种特殊效果的话,就要用了这个margin的合并 那么如果说我不做这个什么呢,合并怎么办呢,是吧 不做合并,想做这种效果的话,怎么样 假如我们每个给一个margin top,是不是可以啊 每个给个margin top的话,那么最后一个这个是不是跟它挨着啊 那么我可以怎么样,在最后一个download上面单独给一个margin bottom也可以,是吧 这个就麻烦了嘛,是不是这样的啊 麻烦了啊 好,这是关于这个,如果是使用这种特性的话,是吧 那么的话,如果说我们不想使用这种特性的话 那么我们一般是实地开发东西这么做的,是吧 只设margin top,不设margin bottom 啊,就是说我们每个这个布局的元素只管我自己离上面的这个距离 我不管我下面的距离,是吧 下面的这个距离的话,我就下面的那一块自己去决定,是吧 它离我的距离啊 那么的话就是实地开发也是经常这么做的 只设margin top,只设margin top 那么的话,还有第三点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元素是浮动或者定位的时候 这个margin的合并就没有了啊 合并指的是垂直的margin啊 左右的margin是没有合并的啊 是指垂直的 如果是浮动的话,那么它就没有这个合并现象了啊 浮动或者定位的时候啊 好,定位我们今天还会学到的啊 昨天学到的浮动,是吧 那么还有一个是关于margin top的这个塌陷的这个bug,是吧 那么这绝对是一个bug,是吧 它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我们的两个盒子啊 里面的盒子如果设置这个margin top的话啊 里面盒子设置margin top 如果说啊,这个情况,是吧 这样一个情况 如果说外面这个盒子没有边框的话,是吧 里面这个盒子margin top会传到外面这个盒子上面去,是吧 导致里面这个盒子margin top的设置失效了 是这样的啊 那么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也有三种解决方法,是吧 那么一种的话 如果说外部的盒子本身有一个边框 那么这个bug就没有了,是吧 就自动屏蔽掉这个bug了,是吧 那么第二种情况的话 第二种方式的话 我们用一个什么呢 设置溢出的一个属性来解决这个bug,是吧 这个是什么 溢出的时候怎么样呢 隐藏,是吧 这个本来是另外一个属性 但是它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这是第二种方式啊 第二种方式的话,这个方式有点问题啊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定位的时候会说一下 为什么这个第二种方式有时候有问题,是吧 好,第三种方式的话,使用这个什么呢 这个伪元素内,是吧 那么这个是使外部盒子使用,外部盒子使用伪元素内 那么的话,这个伪元素内的,它的这个写法的话是约定俗成的啊 我们都这么写,而且这个名称也是这么起的 都是起成什么,clear fix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还要跟另外一个bug的解决方案 跟它合并,合并成一个最终的一个写法啊 那么的话,这个方法的话,它是什么呢 通过伪元素内,是吧 那么的话,通过一个content的,这个可以塞一个空字不创到里面去,是吧 那么的话,display table的话,就让它什么呢 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相当于是第一种方法 类似于第一种方法,相当于加了一个边框啊 那么让它怎么样呢,解决了这个bug的问题啊 好,这是关于market top的这个塌陷的解决方法啊 好,接着我们说到这个溢出,是吧 溢出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如果子元素,什么呢 它的尺寸超过了负元素的话 那么超出的这个部分,我们如何处理,是吧 那么处理的话,这么就通过overflow这个属性来设置 首先的话,overvisible是什么呢 就是显示,是吧,不管它,它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吧 缺省值,是吧 heathen的话就是什么样呢 就是把超出的什么,隐藏起来 把它裁卸料隐藏起来 那么这个属性的话,同时还可以解决什么呢 market top塌陷吧 今天还会学的什么,清楚浮动的这个问题啊 好,那么的话,第三种方法是什么呢 是scroll,是吧 overflow等于scroll的话,那么什么呢 就是它会显示这个滚动条吧 不管这个子元素有没有超出 都会显示这个滚动条的这个样子,是吧 好,这是scroll 那么的话,还有一个auto auto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如果元素超出的话 只元素超出的话,才会显示滚动条 如果不超出的话,就没有滚动条 这个就是自动的,是吧 自动的啊,这种是比较好的,是吧 好,接着一个incurry的这个是什么呢 计程负集的啊,这个比较少用 好,这是关于这个 一出的这个设置的这个一些属性的 它的使用方法 好,接着的话,我们说到了三种什么呢 元素,是吧 三种元素分明是 块元素、内联元素和内联块元素 那么这三种元素的话 是我们实际开发中经常用的 经常用的三种元素 三种元素的话,首先是什么 块元素啊 块元素的话,那么实际上就这么几种啊 就这么几种 大家如果把它记住的话 就方便大家就写这个学习版代码了啊 那么大家写的时候什么 心中有数吧 我写的这个 这个标签是属于什么元素,是吧 那么大概的 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是吧 八个啊 那么常用的可能就在前面几个了啊 前面这几个比较常用 他们是块元素啊 块元素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块元素的话首先是 第一点是支持所有的样式,是吧 第二点的话是 如果说你没给这个块元素设置宽度 它的宽度就等于负极了百分之百 是吧 那么有时候的话 我们真的需要这个 子元素是负极宽度百分之百的话 我们这个宽度的这个属性 是不是可以补血啊 是吧 是不是省去一句啊 是吧 省去一句啊 有时候的话就是 就是说可以经济我们的世界上是代码吧 是这样的啊 那么块元素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它会占据一行 是吧 它会占据一行 即使我们设的它的宽度啊 设的环境它是 设多少它就是多少啊 不设的话它就是负极的百分之百 是不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设个三百 后面还有空白区域的话 它仍然占据这一行 其他的元素是什么 必须换行吧 这是块元素的 这个它的特点啊 那么的话 接着来说的是内联元素啊 内联元素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有这么几个啊 其实常用的可能就是这个 A标签示范 EM 是吧 可能就是三个了啊 常用就是三个 B标签有时用一下啊 常用就是四个吧 后面这两个的话 就是也不怎么常用啊 不怎么用 然后就这四个 大家把它这四个记住就可以了啊 这四个内联元素 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支持部分样式 就是说有些样式它不支持 是吧 首先的话 我们给它设置宽高的话怎么样 它没反应吧 它不支持宽高啊 所以说它的宽高有什么决定呢 就是有内容决定啊 就是说它的宽和高是什么 它里面的东西给撑开了 有没有 它里面内容给撑开了啊 然后的话 它又不支持marking的上和下 是吧 左右是支持的 大家记得啊 pinting的上和下也不支持啊 支持左右啊 这是它的很奇怪的地方啊 好 那么的话 它怎么样呢 它跟这个快元式不一样 它是并在一行的 是吧 并在一行的 然后的话 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还是有个bug 是吧 相当于是一个bug 就是说它代码换航的话 怎么样呢 会产生间距吧 会产生莫名其妙的间距啊 这个间距的话 我们怎么样呢 一种方法是什么 把代码换航把它取消吧 啊 这种方法可以解决啊 第二种方法是怎么样呢 把负极的风的杀子设为零吧 把它再设回什么呢 设一个风的杀子 那么就可以解决这个什么 间隙的问题 是吧 好 那么呢 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说我的 指元素是内联元素啊 负元素的话 可以用什么呢 Text of Line 设置它的什么 水平对齐方式吧 是吧 可以让它什么 居中 是吧 靠左或者靠右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内联元素啊 接着说的是这个内联块元素 内联块元素的话 和内联元素相似 是吧 但是内联块元素 是支持所有的样式的 是吧 它没有这个 没有不支持这个啊 所以说内联块元素的话 相当于是结合了什么 块元素和内联元素的特点吧 是吧 那么的话 内联块元素 仍然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是什么呢 它里面也会 代码化行李也会产生间距吧 所以说我们同样的 用这种方式来解决 是吧 用这个 用这种方式来解决 这个间隙的问题啊 间隙的问题 好 这是关于内联块啊 接着我们说的是什么 关于这个display属性是吧 display属性的话怎么样呢 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元素之间互相转换 是不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块 转成内联元素 就display inline 就转成内联元素了吧 好 内联元素转换成块元素的话 display block 就转换成块元素了 是吧 那么在转成内联块的话 就是display inline block 就转成什么 内联块了啊 就是互相转啊 那么呢 display还有一个经常用的特性的话 这个是display line 什么意思呢 它可以把元素藏起来 是吧 而且不占有空间啊 而且不占有空间啊 昨天这个没强调啊 不占 不占位置啊 藏起来之后 而且不占位置 就是相当于是完全消失的一样啊 这样子啊 那么的话 这个display line的话 我们在做一些效果的时候 经常用到 是吧 比如说我们提前 把一些东西藏起来 然后 等到满足一些条件的时候 再把它显示出来 是不是啊 那么就是比如说 可以用display line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弹框是吧 刚刚这个弹框 实际上是藏在页面上面的 我们点一个按钮会干嘛的 它就显示出来 是这样的啊 我们后面会讲到的啊 这个弹框怎么弹出来 是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display属性啊 接着的话 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浮动 是吧 浮动的话 那么就是怎么样呢 浮动那么可以怎么样呢 它主要是有两种啊 浮动的话 也就是一个什么呢 样式属性是吧 一个float left 和一个float right 一个是往左浮动 就是往左靠 是吧 那么元素尽量往左靠 另外一个是往右靠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靠的过程中的话 它是碰到什么 负极元素的时候怎么样 或者是其他元素 它就停下来了 碰到其他元素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它前面有一个浮动的元素 或者有一个未浮动的元素 它都会停下来 明白没有 这是关于这个浮动 那么浮动的话 就是相邻的浮动的一些 快元素怎么样 它就可以并占一行了吧 是不是这样的 它就不会占一行 是吧 因为它尽量往左靠嘛 是吧 或者往右靠 那么超出的话怎么样呢 就会换行 是吧 那么浮动的话 还会怎么样呢 浮动实际上是怎么 浮动实际上是让这个快元素 让这个行内元素 行内元素或者快元素什么 转换成什么呢 转换成行内快元素 好 那么昨天有一点没强调的是什么呢 快元素是可以转换成行内快的 怎么样呢 它是不是排成一行呢 是吧 那么它浮动让行内元素 也可以转成这个行内快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说一个行内元素 我把它浮动一下 它是不是就可以支出矿高了 好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昨天没有强调的 我们今天来做一下 这个是吧 它让行内元素也自动的转化成行内快了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 如果浮动的时候 浮动的时候 我们Display什么 Inline Block 是不是可以不写了 是吧 因为它浮动之后 这种转的嘛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一会儿演示一下 有演示一下这个东西 好 那么昨天我们还说的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浮动的什么元素 浮动元素的后面 浮动元素后面 不是前面 浮动元素后面没有浮动的元素 好 这个后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写代码的时候 写第一行代码 写第二行代码 那么是第一行代码的后面一行代码是第二行代码 是吧 只要两个DIB 第一个DIB后面的第二个DIB 是吧 假如说第一个DIB浮动 第二个DIB没浮动 这个就是指的它的后面啊 后面是指的代码的这个顺序啊 代码这个顺序 那么的话 后面没有浮动的什么元素会占据它的位置吧 占据浮动元素的位置 是吧 然后的话 没有浮动的元素怎么样 它的文字会避开这个浮动的元素 什么 形成文字绕图吧 好 好 那么昨天的话 大概的话 我们就说到这里 是吧 说到这里 然后的话 我们就什么 做了一些例子吧 做了一些例子啊 这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应该是 不是太麻烦啊 那么昨天让大家做的 这个例子大家做了没有啊 做了是吧 好 那么还有 这个例子和这个例子大家做了没有 做了 做了是吧 很好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也来做一下 做一下顺便来复习一下这个 这几个例子啊 好 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是吧 这个例子的话 那么它也是一个什么 左右排列的吧 是吧 这个是新闻列表 是靠左的是吧 这个更多是靠右的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怎么做的啊 好 来 把它 说一下啊 打开 这个 好 好 来 新建一个 001啊 001 这个是假如说是 这是个 这是个标题吧 标题 啊 标题练习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新建一个 H5的文档 是吧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先什么 我们一般这种布局的话 先把结构写出来 然后再写样式 是吧 好 结构的话 那么它这是什么呢 左边是一个新闻标题 新闻列表几个字吧 那么这个相当于是一个 标题啊 相当于是一个标题啊 这种标题的话 我们一般怎么呢 用什么 用H标线来做啊 记得用H标线来做啊 那么这个更多的话是什么 它相当于是一个链接吧 我点更多 是不是会 跑到另外一个页面啊 然后把这个什么呢 很多列表列出来吧 一般是首页怎么样子 列几个吧 谁要列五个或者八个 是不是这样子啊 我点更多之后 到另外一个页面 是列出所有的啊 是吧 下面还有分页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是这种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 是一个链接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构应该怎么写 是吧 这个结构的话 底下面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下发线 是不是这样子啊 有一个下面 有一个边线啊 好 这种结构的话 我们一般这么写啊 那么的话 先拿一个DLV DLV把它整体的包起来啊 DLV 比如说这个DLV class的 表达就是等于什么 news title 是吧 news title吧 这么写啊 好 接着的话 那么的话 包起来 然后里面怎么写呢 里面写 首先是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新闻列表 是吧 它是一个标题 所以说我们写什么 写H标签吧 H标签啊 一般我们写什么 H3啊 H3 这个相当于是第三级标题啊 那么为什么是H3呢 后面我们在做这个 实际的这个页面的时候 再跟大家说 详细点 好吧 就是这个算到的话 相当于是第三级标题啊 你说这个的话 是讲的是新闻列表 是吧 新闻列表啊 好 新闻列表 接着的话 那么后面是一个什么呢 更多吧 是吧 那么的话 这样子是吧 那么我用一个A链接吧 A链接啊 好 A 假设这个链接的话 先用一个警号啊 然后的话是更多是吧 啊 更多啊 更多的话 那么后面是不是 还有一个大语号啊 这个大语号是吧 大语号呢 最好我们用什么 字符实体来写吧 是吧 那么这么写也可以啊 这么写的话也可以 但是这么写不规范是吧 我们用字符实体来写什么 这个与什么 GT吧 GT 然后分号是吧 好 这么写啊 好 好 这么写完之后 那么结构是写好了是吧 结构写好了啊 结构写好了之后 我们来写它的样式是吧 好 样式的话 那么整体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写这个布局的话 怎么样呢 肯定是先什么呢 先整体 后局部吧 先写大的 再写小的啊 你不要先写 先写小子写大的啊 这个就顺序就乱了 容易什么 容易出错是吧 先写大的 整体的我们把整体的先看 先做出来是吧 整体的话来看一下 这个整体的 整体的这个宽是什么 400吧 整体的宽是400啊 高的话是什么 41 是不是这样的啊 41的话 那么这个1 是不是下面有个边线呢 那么我高度写40 是不是就可以了 再给一个一项数的这个底边 是不是就是41了 这样的 所以说整体的高应该是什么 40 宽是400吧 好 那么我们来写一下啊 好 整体的这个 点6字 list啊 6字title 是不是这样的啊 6字title啊 那么它的宽是什么 400吧 400px啊 好 高度的话是什么呢 40px啊 好 那么的话 它是不是有一个像素的 这个什么呢 底边呢 是吧 那么就是border什么 border button吧 是吧 不能直接写border吧 直接写border怎么样 是四个边都有 是吧 它现在只有一个底边吧 border button是一项数 然后实现 然后来一个什么 什么颜色啊 这个应该是够的吧 够的 没有写 是吧 ff啊 这里有写啊 这个边线和这个背景色 是一样的 是不是这样的 颜色是吧 那么它是f8200 是不是这样的 f8200啊 好 那么f8200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这个啊 好 这个写完之后 大概是这样一个样子 是吧 这样一个样子吧 这个样子啊 好 这个确实很难看哦 怎么这么乱七八糟的 是吧 这跑到下面来了 是这样的 为什么这个跑到下面来了 因为这个h表情怎么样 它是一个快元素吧 它站在这一行怎么样 就把它给挤下来了吧 是吧 这是它忠实的履行自己的什么 这个元素的特性吧 是吧 忠实的 显示自己的特性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它稍微聚中一下吧 稍微好看一点啊 把它整体的聚中一下啊 然后整体的marking marking的话 然后是怎么样呢 让这个距离上面是五十像素 是吧 左右all two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居中啊 好 距离下面是零啊 为什么距离下面是零呢 我们一般怎么样呢 只给marking top 不给marking bottom吧 是不是这样的 这样可以避免什么 这个marking的合并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 这么直接就避免这个问题啊 那么就方便我们 可以精确控制啊 好 这样写完之后 那么就是什么 让它居中了 是吧 让它居中了啊 好 居中完之后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两个东西怎么做 是吧 这样东西的话 那么它因为 它是什么 快元素吧 它是快元素的话 怎么样 它怎么 它就是占据一行吧 占据一行的话 如果我想让它们 摆一行怎么样 如果不用浮动的话 是怎么 把它转成什么 行内块 是不是可以啊 那么现在我们是用浮动 来做是吧 浮动来做的话 我们怎么样呢 直接让这个 让这个左浮动 让这个右浮动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吧 好 我来看一下啊 好 比如说这个 点 例如是 title 下面的 H3 是不是可以这么写啊 那有人会说 我直接写H3 行不行啊 也可以 但是的话 你写这个H3的话 是不是会影响 页面上所有的H3呢 是吧 那么这样 我限制一下什么 是不是限制在这里面的H3呢 这样的话 就不会误伤 是吧 不会误伤别人 是不是这样的 是那个意思啊 不会误伤 好 这样的话 就是H3 H3的话 我给他来一个 float left 是不是走不动啊 走不动啊 好 那么的话 再来一个什么呢 点 例如是 这个title T-I-T-L-E 下面的A 是吧 我让他来一个float 来一个right 是不是可以啊 right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时候 那么他们是不是就 大概的就排好了 是吧 大概就排好了啊 好 大概就排好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新闻列表啊 来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点检查啊 看一下这个H3啊 这个H3 我们来看一下 他里面的这些东西啊 看一下 是吧 看一下 这是不是有个18.720啊 这样一个东西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是我Chrome浏览器升级啊 他这个不准啊 好 那么的话 不管他准不准 这个是不是有个marking啊 所以说 我们说这个H标题 是默认的有marking啊 看见没有 我没有设marking吗 默认就有marking啊 那么还有什么呢 默认就有marking啊 那么的话 那我们要做到什么呢 我们要自己设置marking怎么样 我们就把它的marking给去掉吧 是吧 或者我们自己设置marking 把它什么 把它覆盖掉就行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覆盖掉就行了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的话 这个新闻列表 这几个啊 那么它怎么样呢 它的宽是80吧 高是不是40啊 高是40啊 其实我直接可以这么写了啊 这个宽 宽是80px啊 好 然后高是什么呢 40是吧 40px啊 好 然后的话 它是不是有个背景色啊 背景色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背景色的话就是跟这个颜色是一样的吧 好 警号 FF8200 是不是这样的啊 FF8200啊 好 FF8200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 基本上就摆好了是吧 摆好之后好像是 还是怪怪的是吧 因为我们的这个 HPS默认了什么 它有那个marking吧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marking 先把它取消掉是吧 marking啊 marking的话把它怎么来 把它设为零吧 设为零啊 那么如果是 这个数字如果是零的话 怎么样 这个单位可以写 也可以不写啊 单位可写可不写啊 你写零px也可以 写零也行啊 这么写也可以啊 单位可写可不写啊 然后最后一个这个封号的话 怎么样 也可以省略不写啊 这么也可以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是不是就正常了 正常了啊 好 接着的话 这新闻列表这几个字是什么 它是有什么呢 它是有这个 有自己大小是吧 以及颜色 是不这样的啊 好 你们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 这几个字的话 这几个字的话啊 接着要写是吧 接着要导分号啊 分的size是多少呢 16px是吧 16px啊 然后color的话是什么呢 白色吧 锦号ff 啊 好 好 再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什么呢 是什么 是这个 16是吧 然后是这个白色啊 那么这个文字的话 是现在什么呢 这个文字应该相对于 这个色块怎么样 水平和垂直聚中吧 水平聚中和垂直聚中啊 水平聚中的话 用哪个呢 用textalign吧 textalign啊 textalign啊 center吧 center啊 好 然后垂直聚中呢 line height是吧 line height 等于什么 40px吧 40px啊 好 这个就怎么呢 是不是就好了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文字好像不是加粗的吧 看到没有 是吧 所以说我们还得把加粗的给它 掰过来吧 默认hbn它本身就是加粗的吧 把加粗的也得掰过来啊 掰过来之后怎么样呢 拿一个公车 weight吧 这是设置加粗和不加粗的 设置为lomer 是不是可以啊 lomer 那么就是不加粗了啊 不加粗啊 好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标题是不是做好了 好 接着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标签啊 这个a标签是什么呀 是通过 右浮动过去的吧 好 右浮动过去之后啊 我们来验证一下刚刚说的这个原理 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 行列元素是吧 如果是浮动的话怎么样 它是不是会转化成行列块啊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如果说我把这个a标签 我给它一个背景色 大家看一下啊 背景色给它一个 讲说是这个 呃 CYAM嘛 这个是个轻色啊 再看一下啊 这边啊 好 这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标签它是不是有背景色了 有了吧 有 有背景色 好 如果说我设宽高呢 看一下啊 它是不是支持宽高 是吧 如果我的宽不给 我给一个啊 宽度啊 宽度假如我给一个什么呢 也给个八十是吧 八十PX啊 好 高度我给个 高度给个四十PX啊 好 如果说它没有转的话 这个这两个设置是不是这样无效啊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效果啊 来看一下啊 好 我刷新一下 是不是有效果啊 说明它已经转了吧 所以说我们什么 有时候会写一个discipline in line 就没必要写了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节约一句了啊 好 那么有些人学的不够扎实的话 可能他会多写一些东西 有没有 是吧 那么你知道这个原理的话 就不用写这一个什么 写这一句了啊 它自动的转成什么呢 转成这个什么 长那块的吧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实际上这个宽度 我们没必要写啊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是靠右的吧 是吧 靠右的啊 靠右的话 我们宽度不写的话 宽度就直接让它自己撑开啊 宽度直接让它自己撑开 宽度不写啊 宽度不写的话 那么它就是什么呢 靠右 然后宽度自己撑开 好 那么就是这样子的 是吧 靠右吧 靠右啊 靠右的话 那么 实际上它没有背景色吧 没有背景色 我们把背景色也去掉啊 好 我刚才写这个只是为了怎么样呢 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什么 有这么个效果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高度啊 这个高度是40是吧 目前是40啊 好 目前是40的话 那么这个文字的话是什么呢 也是应该是相对于这个整体高度垂直居中的吧 垂直居中的啊 垂直居中的时候 然后它的自己大小是什么呢 是14 然后颜色是666吧 颜色666啊 好 那么的话 我写一个 这个line height 是吧 line height 40px啊 是不是可以啊 40px啊 好 然后的话 我可以怎么样呢 来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可以来一个简写啊 简写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其实刚才那几句是不是也可以简写啊 好 简写是怎么写呢 比如说我写一个font 是吧 是不是可以简写啊 首先是这个 前面是一个normal吧 是吧 就是不加粗是吧 然后的话是这个 字体大小是什么呢 这个是14吧 14是吧 简写一下啊 14px 然后含钢是多少 40px吧 然后是什么呢 这个什么 未来压黑吧 macrosoft 压黑啊 这个就是简写的啊 简写 简写那么这个是不是不要啊 可以啊 是吧 不要啊 好 不要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啊 color还得啊 color是不能写进去了啊 color还得单独写啊 color的话 那么是什么呢 这个警号 警号666吧 66啊 好 这个写完之后再来看一下啊 好 再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之后 那么这个是不是 就是基本上写好了是吧 那么还有一个下滑线是这样的啊 下滑线是没有了是吧 那么的话把下滑线也干掉了是吧 是什么 text the documentation是吧 doctoration甚至为什么 lum是吧 那么就没有了啊 好 刷新一下啊 好 这个的话基本上就是做好了啊 好 那么的话实际上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实际上还可以精简一下啊 精简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hide40 是吧 这一句是不是可以去掉呢 我们说这个40的航高是不是相当于在这个元素上下设置什么 间距啊 是吧 我既然已经设置了40的航高之后怎么样 这个什么hide实际上是没必要写的 好 这个hide也可以去掉啊 hide去掉之后 我这个这个是不是航高啊 这不是40的航高就相当于在这个字的上下设置 兼具 让这个字整体的这个高度占据40的这个高度 明白没有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这个40是可以不写的啊 好 这个hide40也可以不写啊 那么的话我来刷新一下 这个效果是不是一样的啊 效果是一样的啊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是不是还可以再优化一点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更多是不是有时候需要有个响应呢 是吧 我们鼠标放上去 它有个响应是不是更好一点呢 就相当于说我跟你说话 你你你你你不理我是吧 你你你你不看着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很郁闷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啊 我跟你说话 你你不看着我 我就很郁闷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鼠标放上去之后 它没没变化 是不是 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功能吧是吧 如果说我鼠标放上去它有一点响应是不是体验是不是更好啊 是吧 体验更好之后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加一个hover啊 加个hover啊 这就是提高用物体验的一个小细节啊 好 这里来一个什么呢 hover是吧 hover啊 然后把它的color把它设成什么呢 设成什么 其他颜色啊 比方说这个颜色 是不是可以啊 可以啊 是不是可以啊 好 这样设完之后我们待会看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啊 刷新之后这个什么 是不是有响应呢 表示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 是个功能区域是吧 有响应的功能区域啊 这就是一个小的什么呢 细节啊 这个细节啊 就放上去之后它有响应啊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 新闻列表的这个啊 这个例子啊 新闻列表的这个例子啊 好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 呃 等会大家一起跟 跟那个什么呢 跟下面这个例子一起再练一下吧 然后我再说一下这个例子啊 说一下这个例子的话 大家等会一起把它 把这个例子再改一下啊 好 这个例子的话 那么再说一下这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文字绕图 我们昨天 昨天大概已经做出来了 是吧 做出来了 那么昨天只不说 只不过是没有图片吧 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的话 我们来看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 嗯 再新建一个啊 新建一个是002啊 这个文字绕图啊 DHTML 好 那么文字绕图的话 因为这里有个图片吧 是吧 有个图片的话 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这个图片怎么样 我们需要拿过来吧 啊 先把它去拿过来啊 课程资源里面 有个图片资源 Imagics 这里面有个这个BG 是吧 好 图片的话 一般是怎么样 我们放图片的话 一般是什么 把图片放到 Imagics文件夹里面 记得啊 这样的话 就是方便管理 是吧 新建一个Imagics文件夹 IMA IMAGS 好 把它 删进来 是不是这样的 好 删进来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怎么样呢 在这个文件里面 先把它放进来 是吧 文件里面放进来啊 好 那么整体的这个效果的话 整体的这个 我们给一个整体的一个框吧 整体一个框啊 整理一个框的话 我们就来一个 假如说是来一个 BOX是吧 这是整体的一个DIV吧 好 整理一个DIV里面 那么里面放一个什么呢 放一个图片啊 好 这个图片实际上可以直接放啊 直接放 那么就 Imagics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SRC等于Imagics 下面的什么 这个BG点接BG吧 好 这个是什么呢 Alt等于什么 Alt记得要写啊 Alt是什么呢 这个是H5是吧 H5的标志啊 H5的标志 好 那么这个图片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什么 Html5的标志吧 是吧 H5的标志啊 这么一个图片啊 好 那么接着的话 下面的话再怎么样呢 再拿一个DIV是吧 拿一段文字 是不是这样的啊 DIV啊 好 那么这段文字的话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用什么呢 先用DIV做吧 DIV啊 好 DIV的话 然后我们拿一段文字过来啊 拿一段文字过来啊 比如说这个是H5的什么 我们拿这段文字过来吧 好 复制一下啊 然后把它粘进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一字的话 是不是都是换行的 实际上它都不认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换行在这个代码里面 实际上它都不认吧 虽然你排的这么好看 但是我还是 摆上一行吧 好 那么大概的话 这个结构是不是做出来了 结构做出来了之后 我们来写这个什么 样式吧 样式啊 好 那么样式的话 就是来看一下啊 首先是这个 BOX是吧 BOX的话 它的宽是 宽是这个什么呢 宽是这个啊 450吧 因为有个边框吧 宽450高210吧 宽450高210啊 宽450PX啊 好 高是210啊 210PX 好 然后的话 拿一个Border是吧 Border 一项数是吧 一项数实现 来个黑色 是这样的啊 好 然后把这个BOX 给它聚中一下是吧 Marking Marking 然后是 假设说 你上面是50啊 O2啊 O2 然后你下面是0 是吧 好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 是吧 这样子一个效果吧 好 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这样一个效果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做这个 是吧 如何做这个什么呢 这个绕图 是吧 那么绕图的话 这个图片本身怎么样 离这个边框 是不是有距离啊 假设我们让它 假设是10吧 是吧 10的话我们可以这么做 是吧 我们可以写什么呢 这个点BOX里面的emerge 是不是这样子啊 emerge 然后怎么样 给它拿一个浮动吧 是吧 我们昨天说了 就是说 上面的元素浮动 下面元素不浮动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么这是个上面的元素吧 好 把它浮动一下啊 给它float 给它拿一个left 是不是可以啊 left啊 好 然后的话 给它拿一个marking吧 marking啊 marking的话 给它拿一个十个像素 是吧 就是它一圈都有十个像素的 这个marking吧 好 这个像素marking啊 好 来刷新一下啊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吧 大概就可以了啊 好 大概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 怎么样呢 我们这个文字好像是怎么样 是不是 好像不太好看的 是吧 那么 那么 文字距离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有什么 也有这些间距啊 是吧 好 那么文字的话 我们也可以设一下啊 文字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 BOBS里面的DIV 是不是这样子啊 它里面的 给它一个marking 是不是可以啊 marking啊 marking也给它一个十个像素 是不是可以啊 好 这里给十个像素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文字是不是什么 是不是分开了 是吧 文字分开了啊 文字分开之后 那么再看一下 这个文字好像什么样呢 一个是大小 是吧 一个是 这个文字好像大一点 是吧 文字大一点啊 然后还有一个 涵高 是不是这样的 涵高啊 好 我们来把文字调小一点啊 文字调小一点 比如说风的size 给它来一个 应该是12px啊 12px 然后的话 再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 太小了 是吧 小的应该是14 14啊 它这里没标出来啊 14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好 然后的话 这个文字怎么样 还有一个什么呢 涵高吧 是吧 给它一个涵高 line height 给它来个20px 好 这个是慢慢调的 是吧 好 刷新一下啊 24 24 看一下啊 多了是吧 22吧 好 好 大概是这个样子 是吧 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好 这个大概的效果都出来了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底下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 不好看啊 是吧 为什么呢 那么底下这个地方是相当于是什么 文字有这个10 是吧 这个图片也有10啊 而且这两个10怎么样 应该是没有合并的啊 没有合并的 因为它是浮动的吧 浮动这个marking没有合并啊 那么我们最好怎么把图片下面的10把它去掉 是不是这样呢 去掉啊 我们可以写这个图片的marking给它marking button 单独再写一个是吧 这个是设置一圈的吧 一圈的是吧 设置一圈的啊 不是这个啊 写错了啊 好 这个是吧 这个啊 好 marking button给它一个0 是不是可以啊 把0 写它一个0啊 这相当于是两个叠加 是吧 叠加的话相当于是 三边有marking 底下面没有marking 没有没有 这个意思啊 好 这个时候我再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大概的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是吧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文字绕图的效果 好